Hi 在上一集裡面我大概跟各位介紹到了VIM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環境 那接下來的幾集呢我打算再跟各位分享一些更多有關於VIM的使用方法 一些技巧以及我用了一些Plug-in 希望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BI這個編輯器 因為這個編輯器呢它其實不是一個人性的編輯器 它已經有30幾年歷史 它在1976年的時候就已經被拔名出來了 那大概在20年前左右 它有一個改進的版本叫做VIM 那我們現在所通稱的VI或VIM大概都是指這個20年前最改的版本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網站上面 其實你可以在這個地步的網站上面可以看到 它有各種版本可以下載 包括UNIX然後MacOS Windows C都有很多版本 那不只它除了那個Terminal版本之外 它也有GUI版本的編輯器 所以等於說其實你假設你熟悉一套的話 一套編輯器你可以各個平台都通用 那我覺得這個是相當划算的 相當划算的投資 朋友好奇說這個東西都已經三四幾年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這麼多人用 以及明明就有滑鼠可以點 為什麼你不用滑鼠 你要用那個鍵盤這樣敲的 感覺很落後會走回頭路 事實上我想這個多講 那我想你也沒有可能各位第一次接觸Vim的人 可能沒辦法理解 我想直接做一個簡單的操作 讓各位看一下到底Vim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些細節的操作呢 我在後面會有更詳細的介紹 那這邊就是讓各位先大概知道說 原來Vim大概是怎麼一回事 那Vim其實也可以有檔案中管之類的東西 例如說我的移動也都是透過鍵盤在移動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我是不需要滑鼠的 那我點進來一看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是一個Ruby的程式碼 然後這裡的那些關鍵字都是有上顏色的 所以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哪些程式碼 哪些是註解 那以及為什麼我不需要滑鼠 假設我要複製 我把這三項程式碼搬到這個class裡面 然後並且縮排 那這些都是 這些操作其實都是相當容易知覺的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我這邊有另外一個Ruby的之前寫好一小段程式碼 那如果我想要把這三行meta 放在一個class裡面的話 我通常會這麼寫 然後new test 然後這樣 然後再把它搬進來 可是其實有時候寫這個字很囉嗦 所以也有快速一些template 因為我只要打cla 就像在textman一樣 我在打一些稍稍的幾個字 按tab的鍵之後 我就有一些template可以讓我選 所以因為我這樣選完之後 我再把這個搬進來 然後再做一下簡單的縮排 一樣是可以執行的 這個時候是沒問題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我這裡有一個文字檔 我這裡的文字檔是 這裡有一些文字 那假設說我想要把這一段文字 要去做編輯這個雙銀行裡面的文字 一般的做法 我們會拿花束 把這一段先圈起來 圈起來之後 然後可能有 按剪下或貼上 剪下或者是刪除 刪除之後再開始做編輯 但是是 其實在V裡面的做法 有一些快速鍵啦 有一些快速鍵的做法 一些細節我們後面再提 那我例如說我可以一次很快的選取 這一個字 或者是直接選取在雙銀行裡面的東西 然後把它刪掉之後 再進入編輯模式再開始編輯 直接開始編輯 那或者是更快一點的 你可以直接進入編輯模式 而且就是把你整個雙銀行裡面的字 整個字就把字按掉開始編輯了 我覺得這是相當有效率的 那另外再看例如 像我這個地方有一個 應該說在某些編輯期 它有些很不錯的特性 它可以一整個block做編輯 例如說textman它可以整個block做編輯 在Vim其實它也可以這麼做 你可以進入Visual的Visual block模式 然後你可以這樣整個選起來 然後按可以把它刪除掉 這個沒問題 或者是你可以在 一樣是在這個block的模式下 你可以在上面 比如說你可以補零啊 它可以幫你起頭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相當方便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像我剛剛的編輯過程中 我是沒有用到滑鼠的 那包括說我檔案的切換 檔案的那個編輯 然後複製等等 其實都是可以不需要用到滑鼠的 那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這樣其實是對於我工作是比較有效率的 好我們剛剛看完了一些簡單的demo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怎麼樣取得Vim以及設定你的Vim 那Vim的取得就是在它的官網上面 你可以找到各個版本 你可以找到你適合的適合作為系統 那它除了有一般的Terminal的版本之外 它也有GUI版本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喜愛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版本 但是其實Vim它 其實你可以說它是一把瑞士小刀 那它在沒有做一些適當的設定之前 它原始的樣子雖然是可以用 但是用起來的可能不是那麼的順手 那我有做在Github上面放了一份 我自己的設定檔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待會就會依照這個 其實為了講解方便 我就會以我自己設定檔來跟各位介紹 跟各位分享 應該怎麼操作 怎麼怎麼安裝 在我這個頁面你可以看到 當你安裝了這個設定的話 你會有些注意事項 例如說你首先你要 如果你本來就已經有Vim設定的話 請你先備份你的原來的Vim設定 接下來請你切換到你的後面 再來就是你把這一段 Git語法 複製下來 然後貼到你的中端在Terminal底下 它就會開始把這個Project Clone到你的電腦裡面來 然後Clone完成之後 因為這些蠻小的 Clone完成之後 進來這邊執行Update 它就會開始把外部的一些 放進去 然後拉一半到你的電腦裡面來 讓你的Vim執行起來 會有跟我一樣的效果 那這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好 安裝到這邊其實就差不多完成了 接下來最後的步驟 我就不多說 因為這裡大家應該知道 最後你要做一些Link 把Vim、Vimrc、Vimrc、Vimrc 這些檔案設定 作個連結 不過我要跟各位說的是 因為Vim其實是一個 蠻個人可視化的工具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自己Fork回去自己自己改 因為每個人的手感不一樣 所以我的設定不建的適合大家 那你們可以自己改完自己的東西自己發佈的 這個在版權上都沒問題 好在開始之前呢 我還有一些一些簡單的小技巧 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例如說在Share裡面 像你剛剛看到這些畫面上這些字 如果我想要把它清除掉 也許我會透過Clear這個指令 我就可以把畫面上的東西清除掉 那另外我其實我會用更簡單的方法 我會按Ctrl-L Ctrl-L 就可以直接把畫面上的一些字都清除掉 好 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一個指令很長 假設我打得很長還有很多算數 我想要去往前做修正 我想很常看到就是你按那個delete 按住連發 這當然是一個方法 只是這其實比較沒效率 而且比較看起來比較不專業 那我的做法會是 當然如果我想要這樣 我要去做修正的時候 我會按Ctrl-W 一次去刪掉一個字一個字的這樣刪 好 這樣是有效率的多 然後或者是 如果我想整行刪掉的話 我再按Ctrl-U 它整個就不見了 那你剛剛看到我那個卡片很快可以打出一些指令 那個做法其實是按Ctrl-R 我就可以這個Ctrl-R的作用就是我可以去搜尋我剛剛 應該說我之前在電腦 這一部電腦上面做了一些事情 它會去比對 例如說我只要打Git 我打個G它就會去找到我最近 符合Git這些關鍵字的歷史紀錄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相當有效率 好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幣 打開幣之後你可以按下F2 這是我的設定檔 其實你這些設定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這個我這個頁面可以看得到 我大概做了哪些key mapping 然後我主要有幾個就是 當你按下F2之後 你會跳出一個看起來像檔案中管的 就是左邊就是那個一個樹狀結構 你可以這個地方很快的找到你要的檔案 然後這個其實都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關起來打開關起來的 好 另外就是如果 但是如果你有時候你要找的檔案 不見得你 你不是很確定它放在哪 你也可以透過Ctrl-P這個外括 你看我只要打幾個關鍵字 我就可以找得到我要的檔案 相當方便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 因為很多時候當我記憶性不好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快的找得到我這個檔案 這些Plug-in 不管哪 Trills Ctrl-P 我們會在後面的 後面會再另外再做介紹 好 再來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在Vim裡面如何做編輯 這也是Vim的一個重點 Vim有好幾個模式 它有一般的模式 然後也有命令模式 也有一個編輯 就是這個 音色模式還有Visual模式 視覺模式 我們直接開個檔案來做說明 然後你看到了像這個上下左右移動 它其實就是一般的模式 就是最常用的模式 那你只要按I 或者是按A 都會進入那個音色模式 你可以看左下角它那個狀態就變了 它變成音色 當它變成音色的時候 就是可以開始打字的時候 然後你在音色模式按ESC鍵 可以跳離這個音色模式 然後你又可以開始移動 你會發現 為什麼Vim會需要模式的切換 就是因為我一樣的上下 例如說我的HJKL 是在一般模式 在這個模式底下 是可以做移動的 可是呢 當我在音色模式的時候 我又是可以打字的 然後回來這 我又是可以移動的 就變成說 我可以用一樣的 用很少的鍵 就是我的 我主要的操作 都可以讓我的鍵 我的手停留在主要的那個打字區 可以做這樣的上下移動 然後 在輸入狀態 我又可以打字 所以我的 其實我的 那個手指頭是不用離開的 那除了你剛剛看到 這一個 這個 剛剛看到一般模式 以及那個 音色模式之後 它還有一個 一個Visual模式 就是可以 當我丟下去 就是選取啦 我只按B 就會進入這個 那個視覺模式 你可以看左下角 那個字的變化 那這時候 我就可以去做選取 選取來的東西 我就可以去做編輯 然後做其他操作 主要有就幾個 幾個MOD在做 就是一個 一般模式 以及 一般模式 然後 音色模式 以及 那個 Visual模式 這幾個 再做切換 好 雖然並沒有很多種 模式可以切換 但是實際上 我們常用的 就大概就兩 三四種 而且 其實到最後 你並不需要 真的去 記那些 模式的切換 你的手指頭會跟你講 當你要 當你要 進入 你要編輯的時候 你的手指頭會自動 幫你切換成 音色模式 然後編輯完之後 你的手指頭 又自動幫你切回到 一般模式 你要選取的時候呢 你的手指頭 又幫你切換成 那個視覺模式 所以這些其實 會是你身體 甚至是你手指頭的記憶 而不是你每次要編輯的時候 還會想說 好我現在要切到那個模式 那這樣其實就會 就會明明有效率 代表你連來不夠熟 看一下字 這個在面裡面的 移的那個 優標的移動 除了一般的這樣 你可以上下左右移動之外 我們可以有更有效率的移動方法 例如說我要 一次移動一個字 例如說我再按W 我就一次可以移動一個字 可以看一次移動一個字 是比你用這樣慢慢移動 是有效率的多 那 那如果 那 這是往下移動一個字 那如果你要往回 的話就按B 按B 這個B它就一次會 退回去一個一個字 那 再來 但是當你看這邊 當這邊標點符號比較多的時候 例如說我看 我按W 它會這樣切 它會 它會 連標點符號都會停下來 但是如果你 你今天按的是大寫W的話 它會 跳過標點符號一次跳比較遠 看你自己需要 你可以看你自己所在的場合 所以其實你大寫B它會 一樣往回跳 而且跳比較遠 如果你要移到最後一條 你可以 你可以 這樣移動到最後面 然後移動到最前面 但是這樣都沒效率 當你這樣很長的時候 這樣就很遜 你可以 再按0 它就移到最前面 你再按這個前字號 它就會跳到最後面 0 前字號 0 前字號 這樣 但你這樣再移動是很快的 很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移動 你想要移動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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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引號的話 除了這樣慢慢移過來之外 你可以另外一個作為 就是你用F 你先按下F之後 再按一下雙引號 它就會跳到 在你這一行上面 第一個遇到的雙引號 那如果要再往下面那一個呢 就按分號 就往下一個 往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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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是很常用的 那你如果 你用大寫F 大寫F 就跟剛剛你那個 B跟那個 W一樣 大寫都 通常小寫跟大寫的功能是反過來 所以你再按大寫F 然後再按 算一號 它又 它往回找 然後 再分號 再繼續 可以再往前 但它只會找你 這個 不管現在是大寫或小寫F 它都只會找到你這一行上面的 對 有Match到的字 那另外有一個跟F有點像 叫做T 那T就是 從 從 T 它會從我目前所在的優標去找到 我要了找到這個標第五的前一個 例如說 當我打 T 算一號 它就會停在這裡 如果是大寫T 它就反過來 我要從這裡去找到離我最近的 那個 雙一號的話 我就打大寫T 然後再雙一號 它就會 跳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來 把這一些 東西把它弄 弄長一點 我們來做一些 變化 然後 然後 嗯 首先 當你要往 你要去做 一直往下去移動的時候 嗯 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大廚文 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按搜尋 按斜線 例如說 你打 哈囉 哈囉 它就會去找到你這個地方說的也符合 哈囉 的那個字樣 然後你再按N 就會往下跳 就會跳往下一個 跳往下一個 跳往下一個 跳到知道沒有 它就會跳回頭 那大寫N就會跳回來 好 那 嗯 如果說你想要找Word這個字 像我們剛才我們找Hello 我可能先打一個斜線 然後才打Hello 這樣 這樣子去去打 那可是其實明明你已經知道 例如說 你要搜尋這個字的時候 人家在這個字上面 按 按 信號 它就會去找到這個 去找到這個字 然後一樣 就按N去做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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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切換 這是但是是一個移動的方法 那另外就是 嗯 我可以按大括號 用大括號去跳下一個 跳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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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 左邊大括號 會往回跳 就是當你寫文章的時候 嗯 這個大括號 它可以幫你切 嗯 往上一個段落去移動 那如果呢 我們今天來看 我們今天我是程式碼的話 那其實 一樣 最後就幫你做 做一樣 做這樣的跳躍 把斷行當作是一個 一個 跟你寫文章一樣 因為 你這個 這個 頁面夠長 所以 嗯 有時候一樣切切切拉到底下 你想要把 嗯 因為我旁邊其實沒有 沒有捲軸 所以當然如果你想要把中間 這個 你想把這個字 例如說這一行字中的時候 你只要按 ZZ 它就會把它帶到 那個畫面的正中間 然後你想把這一行字 帶到 上 帶到底下 按ZB 然後ZT 它總共就有三個 三個位置 一個是Z 正中間 然後你打 ZB 會把你目前鎖在 優標帶到最底下 然後按ZT 會把你鎖在優標帶到最上面 那因為我設定我的邊界有三行 所以它不會撞到底 另外如果說你想要直接 想要那個 馬上 從讓你優標之類 跳回最第一行的話 你就按GG兩個字 它就會跳回 小學的GG兩個字 它會跳回最上面 那你按大寫的G 它會跳回 跳回整個檔案的最尾巴 這個就是檔案的一些 就是 那個移動啊 這個其實很常用 不管今天剛剛是用搜尋 或者是你用大瓜糊 或者是用GG 或者是G 在做操作 在做那個 優標移動 都是很長 而且很有效率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編 編輯這份文件 前面我們有提到說 如果我要進入音色模式的話 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按I 一個是按A I的話 例如說我在這個地方按I 我會 在我這個優標的地方 就開始 插入字寸 就可以把字寫進去 那如果我是按A的話呢 會在我這個優標的下一個 下一個位置開始寫字 進去 所以他們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啊 那 像例如說我今天的行為 我想要在最尾巴的地方 我再加字的話 我應該是按A 它會跳到我下一個 然後開始讓我打字 那如果我今天是按那個 按I的話 我可能還需要再移動到下一個地方 我才能打字 會有一些不一樣 好 再來如果說你要刪掉字的話 在Vin裡面你要刪除一個字 按的是X X 它就會把一個字 一個一個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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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它 按X 它就一次刪一個字 那如果你想要一次刪一整行的話 那就是按DD 其實有另外一種方法 你可以把這一行先選起來 然後再選取模式 在這個Vision模式底下按D 它就會不見 這是一種做法 另外就是你直接按 你要刪了這一行 在這行上面按DD兩下 它就會直接刪掉 在Beam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組合就是 因為Beam其實它的組合可以有 前面也可以再加一個數字 去形容你要做到這個行為 例如說我今天我加一個3DD 如果我今天下一個字 叫3DD的話 就代表說我要去刪掉三行 我們直接看3DD 就不見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按5DD 它就一次三代五行 所以前面那個字 其實它可以拿來 它會拿來做 這樣的組合其實很常見 例如說 如果你要複製這一整行 你可以把這樣選起來的時候 按Y 就會複製起來 然後在別的地方 就可以按 可以貼上 可以貼上 那你也可以就是 如果你要複製多行 假設你要複製這三行 你可以按 你先把這三行選起來 再按Y 然後到你要的地方 就按P 這也是 P是貼上的意思 所以 這也是一種方法 那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進入那個Visual Mode 因為你一看就知道你有幾行 假設我要把這五行都摳起來 我直接按5YY 然後到你要貼了這個地方按P 然後這五行就全部進來了 這樣其實會 如果當你當然 你一眼就看得出來 這裡有五行 然後你可以當然 這樣是比較快 那我自己有時候 就是那個 狀況比較沒那麼好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清楚 我可能還是需要進入那個 那個Visual Mode 然後再按Y 然後再 再到最底下的地方 再自己手動貼 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不管是 刪除或者複製 你剛剛可以看到 剛剛有3DD 5YY 或者是其他的組合間 那個3 前面的數字通常是形容 後面那個形容要做幾次 如果說你要 假設你要刪除一行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你只按DD 就會刪掉一行 然後 如果 其實在Visual Mode 它有一個功能 它有一個 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讓你快速 做上一步 你做的事情 就是按小數點 這個小數點是Repeat的意思 就會重複你做的那件事情 例如說按點 它就會 因為我上一步就刪掉 我上一步刪除 我上一步刪除 所以我再點點點 因為 我剛剛其實 我要刪的話 我可能按兩下DD 我要按兩個字 DD兩個字 可是 因為我要重複 我重複只要按一個點 就OK了 這樣其實很快很容易 那另外一個其實是Repeat 它其實Repeat 是上一個動作 它不一定只有單一 單一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個翻例 如果我想要在這五行的後面 都加上分號好了 我可能會按 首先我先按大寫的A 直接跳到最後面 並且進入音色模式 然後打個分號之後 按ESC 離開 然後 我下來這個地方 我今天不管是在哪裡 因為我那個動作就是 按 我的動作就是 算是一個小句集啊 當我按一個點號之後 它就會直接跳到最後面 幫我寫 幫我寫 進入音色模式 然後並且 放一個分號在尾巴 然後再跳離 跳離開來 跳離開來 那個跳圍到 那個尾巴模式 所以我只要按一個點 它就會 今天其實我是在行頭 按個點它一樣會幫我做 按個點它幫我做 好 這個點 這個Repeat 這個動作在 在VIM的操作其實 也是很常用 而且是很有效率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在那個VIM裡面 要做一些文字的選舉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 那我其實我 我個人覺得 在VIM裡面 你的選 對於字串的 在字的選舉的速度 會 決定到你用整個VIM的 操作的速度啊 例如說我可以很快的 找到這一行 這一行 然後整個把它 選舉了之後 就把它刪掉 或者是 我可以很快的 選到這個字 然後可以很快的把它刪掉 然後 這些都是會 我覺得都會 你選的速度 你很快 你知道你在哪個地方 你要選什麼字 這都會 都會決定到你的速度 那你可以 當然 例如說你要選這個字的時候 你可以慢慢選 但是其實有更有效的選項方法 例如說 我打VW 其實這個VW是三個字 那這個V呢 是指說 進入Vision模式 I是指Inside或Inner的意思 W是指Word 是這個字 所以我 等於說 我進入Vision模式 並且選取一個字 然後 這個是VW的功能 但 像這個 那這個Tag 其實也可以 當我如果打VIT的時候 它就會 選取這個Tag裡面的字 另外一個組合是VAT VAT的意思 這個其實V跟T 是意思是一樣 A是指Around 就是指說 在這個Tag外面 連Tag一起進來 所以有時候你要選取的 不一定是裡面的東西 有時候你要選 連整個Tag一起選起來 這個 當你知道VIT跟VAT 有差別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做你的事情 這個前面這個V 其實並不是必須的 你可能可以 你甚至可以 例如說你直接 假設你可以用DIW 可以直接刪掉某個字 你不需要選取它 你就可以刪掉它 然後或者是你直接 你按CIW 你可以刪掉那個字 並且直接進入 音色模式 C跟D的差別 C指是Change D指是Delete 那他們的差別就是 在於說 他們都會 把你要 你都會把東西清掉 但是Change那個C呢 它會直接 進入你那個音色模式 不然 如果你要做一樣 是你可能要DIW 然後再 再按一次I 或者A 進入音色模式 才能開始打字 但是如果今天是CIW 的話 你直接會跳進去那個 那個音色模式 你捨一個指 要打一個字 這樣會讓你 這樣其實速度 會再更快一點 剛剛其實講到那麼多 做了那麼多修改 其實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檔案都沒有存檔 但沒有存檔其實很恐怖 對你剛剛做我都白做了 所以當你要存檔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辦 你當然不是按Ctrl S 那可能在別的編輯是這樣的 在Vim的話呢 它的存檔是 按 冒號 注意 當你按冒號的時候 在你在一般模式 底下 在這個一般模式 底下按冒號 跟你在音色模式 底下按冒號 是不一樣的 你在音色模式 按冒號就直接打出來 那但是如果你在 一般模式底下 按冒號的時候 你發現你那個 打 打W是指存檔 那如果你打Q 就是指離開 但是當你 當你打Q的時候 它可能會 它會說 因為你沒有存檔 所以你這樣只離開 會不行 所以你要如果你要直接離開 請按冒號 Q 驚嘆號 驚嘆號表示強制的意思 通常用Vim用到中毒的話 他們通常可能帶你 例如說你在寫Email 寫一寫就會 突然來一個 WQ之類的 的一些的一個結尾啊 那你看就知道 這個人是用Vim 用的有點中毒 有點過火啦 那如果你要開檔的話 除了你剛剛看這個 你開檔案中文出來 叫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你直接要我們 進入這個 按冒號1 進入這個命令模式 然後直接打檔名 例如說hello 然後直接打這個檔名 它會直接把這個檔案 叫出來 然後如果你有做任何 修改按W存檔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在V裡面 如果 因為有 我們通常有 也同時可能會 例如說編輯好幾個 好幾個 畫面好幾個檔案 那有時候你會 開好幾個 tab起來用 那開在Vin裡面 開tab的 用法就是 按 你要切到那個 按冒號 切到minimum 是按tabe 然後例如說 那檔名叫做 Laurium.txt 好了 然後 按Alt之後 它就會去 去開啟那個檔案 然後你發現 在左上角的地方 在這個 左上角 這個地方 它會有兩個 如果你要回到上個 tab的話 指令是按G 大寫t 會 回到上一個 tab 然後G小寫t 會 回到下一個 因為只有兩個 所以你按 它會自己循環 所以你到底會回到第一個 所以你按Gt Gt 會下一個 那同時其實我又把它設定到 那個F7跟F8 所以如果你不想按 覺得 你覺得 Gt G小寫t G大寫t 太麻煩了吧 你也可以按H7 F7 F8 可以快速的做檔案的切換 那另外一個 在Vim裡面 一個我覺得 很有特色 就是它可以做分割視窗 那例如說 我在打Vnew 就可以 再 會切一個垂直的視窗出來 然後切個垂直的視窗 然後切個垂直的視窗 然後檔案可以 視窗可以切來切去 好 視窗可以切來切去 這 這個很方便 就是有時候 因為我們在做那個檔案操作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作為做比對 所以當你的分割視窗 比 有那個 用那個 比用Tab 還來的方便 最後我們有再介紹一下 就是有關於我在VM裡面的做一些 如果我今天想要執行一些 就是我在這邊寫一寫 突然我想要跳回去 跳到那個 跳回別的地 跳回外面 然後我要執行一些 Share的指令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 按Ctrl-Z 按Ctrl-Z 其實會把目前這個 這個VM這個 這個編輯器 壓到背景去 然後我可以這樣做 做一些其他事情 做完之後 如果我要把它剪回來 我就是按FG 因為它現在是在背景 我再按FG這個把它剪回來 就可以繼續做的事情 那有時候 像我在寫Ruby的程式 我寫了寫一寫 然後我想執行它 想要透過外部程式的事情 看 我這樣Ctrl-Z 跳回去 跳到Share這邊 然後再按 然後 做完事情之後 再FG把它剪回來 Ctrl-Z FG Ctrl-Z 關鍵字丟往Google 掉之外 其實在VM本身 就有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Help系統 你只要按 冒號 H 或者是Help 然後把關鍵字 例如說我今天 冒號H 然後Tab1 我們剛剛就是 這個Tab1是開 那個開一份 開新Tab的意思 然後如果假設我不懂 這個意思的時候 我按H Tab1 它就會這邊 就會介紹說 這個是Open 跟NewTab 這個功能 以及它完整的可能是 TabEdit 因為我打Tab1是它的縮寫 或者TabNew 這個其實是一樣 然後 因為這個其實它有很多的 接近類似的一些用法 所以 我會建議 這個Help 其實是要好好的看 因為Help 如果你想要把Vim學好 這個Help 是一定要必讀的東西 這個比任何一本書 或者是Google上面的任何資料 都要來得好 來得齊全 好 那我想我這一集 大概到這個地方結束 其實我們後面還有很多東西 應該還會有好幾集的內容 不過我想要跟各位說的是 Vim這個東西 它不是看書就學會的 那它一定要是 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練到把你這些操作 練進你的Muscle Memory 就是應該說把練到你的手指頭裡面去 你剛剛那些操作 理論上 你並不應該要花時間去想 就是 它有點像是 不管現在是騎腳踏車 或是跟走路一樣 你不用想你要踏左腳還是太右腳 你要想的是 你只要把你的時間 把你的那個精力花在 我待會要怎麼寫這個程式 我的程式邏輯要怎麼寫 那其他的東西就跟 你就不用去想說 我要到底要怎麼樣去 我要去切到哪個模式 然後我要按A還是按I 我要怎麼樣刪掉那個裡面的字 理論上那個東西 反正就是一直練習 練一次不行 練一次不熟 你就練十次 練十次不熟 一百次練到熟為止 然後每天用每天用這樣 那我想其實我 練沒有什麼訣竅 就是每天用然後苦練 他就是每天蹲馬步 慢慢蹲大概 蹲久就是你的 我自己從Veam開始用到現在 大概四個月左右而已 那我覺得 我投資這四個月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因為我發現我在寫程式的效能上 效率上有明顯提高了 那品質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就是整個 至少我的操作數字上 我可以不用花時間去 就是因為我的工具寫起來更快了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精力放在 去思考那個程式邏輯怎麼寫 這是我一點一點小小的建議跟 更新的跟各位分享 好那我們今天大家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 下集見 OK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